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五大院 你要选哪家呢 我选北苍宁院 战胜灵王之后 却引来了不小的麻烦 牧尘 你身上的灵王灵光 我是要定了 可妖 别看你是天榜第三 我却并不想让你那么容易如愿 大木缓缓升起 诸多门派悉数登场 各色人等纷至岔来 这无尽世界又将上演怎样令人向往的传奇呢 且看主宰之路究竟谁主沉浮 大主宰为您揭晓答案 大千世界万道争风 大主宰 非我莫属 由懒人听书原创物质 当九幽纤细的身影出现在那座超级战台上的时候 不出意料的 再度有青铜雕像被激活 一道弥漫着煞气的壮硕身影 重重的从天而降落在了这座战台上 牧尘等人的目光迅速的投射过去 那道身影壮硕如塔 他的身躯金光璀璨宛如黄金所住 仿佛无坚不摧 他的脑袋是一颗凶狠的尸头 而且那颗尸头同样呈现黄金色彩 唯有一对眼瞳 赤红如血 充满着凶残狂暴之色 当这道黄金般的身影出现时 一股刚猛的凶煞之气 弥漫着 石凶兽之一 黄金魔尸 曼陀罗看了一眼那道黄金般的身影 缓缓地说着 这凶兽的肉身极端强横 其实力比起之前的那些凶兽 要更凶悍一分 诸王闻言以后 眼神忍不住的隐宁 不过 九幽本体乃是九幽明确 神兽血脉 比起这黄金魔尸 至强不弱 这一旦真正动起手来 也不见得 就会落入下风的 曼陀罗轻轻点头说着 九幽啊 乃是九幽雀一族中的天才 如此年龄 如此年龄便可以进化成九幽明确 这在他们一族内 也是颇为的罕见 未来 若是机缘得当 不见得就不能突破桎梏 绝醒不死鸟的血脉啊 天就黄也点头说着 一旁的血英王他们闻言以后都是暗暗则舌 不死鸟乃是大千世界中的超级神兽 在神兽榜上绝对是名列前茅的 而每一个成功进化到这一步的神兽 无一不是这大千世界中赫赫有名的巅峰强者 牧尘的目光 紧紧盯着九幽那修长的倩影 他感受着从九幽体内散发出的强大灵力 也是微微感叹 像当初他和九幽刚刚来到大罗天狱的时候 一个不过是刚刚突破到至尊境 一个也才完成进化 力勉强和无品至尊交锋的 那个时候的牧尘还不引人注意 而九幽呢 更是在诸王当中居于莫作 但是或许谁都未曾料到 在这短短两年的时间中 那个不起眼的少年同样会成为诸王之一 而九幽的实力也是精进到了六品至尊的层次 虽说从牧尘和九幽的进展来看 似乎是前者取胜 但九幽 他是神兽 神兽的修炼和人类是颇为不同的 他们寻常的时候 或许进展缓慢 可是有朝一日突破桎梏 那样的精进速度是足以让人类瞠目结舌的 而这一年来大多数的时间 九幽同样是在苦修 别人或许不清楚 但牧尘却非常的清楚 如今九幽的实力在诸王当中 除了修罗王和猎山王能够吻压他一头之外 恐怕其余诸王谁都办不到这一点 但今日这一战 或许会让九幽在大罗天狱诸王内的地位 开始有所变化 战台上 九幽望向那道黄金般的身影 眼神也逐渐变得锐利起来 之前他们这边已经连败四场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五场当中 他们还必须赢三场 才有可能破阵而出的 五场赢三场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如果九幽这一场还是输掉 那么他们大罗天狱破阵的几率 就将会变得极低了 所以此战呢 他输不得 九幽清洗一口冰凉的空气 手一握 一柄黑与长剑闪现而出 长剑上紫色火焰熊熊的燃烧 那是不死火 而在九幽催动灵力的时候 那黄金魔师赤红的双目投射了过来 他并没有等待九幽发动攻势 而是直接抢先一步 暴冲而出 黄金般璀璨的光芒爆发出来 这黄金魔师脚掌一踏 破风声响起来 其壮硕的身影便出现在了九幽前方 然后那犹如黄金般的铁拳 便毫不留情的重重的砸下来 一拳落下 空气都被震爆 那压力直接把此地特殊的地板都震碎了 由此可见这黄金魔师的一拳 究竟有多么的强悍 黄金光芒充斥着眼球 九幽的眼睛也是微微一领 手中的黑羽长剑横挡在身前 将那黄金之拳阻挡下来 金铁声报发出来 黑羽长剑直接被黄金魔师一拳 砸得弯曲出一个刺激人眼球的弧度来 不过呢 却并没有直接断裂 再看九幽 他眼睛一寒 黑羽长剑上燃烧的紫盐 突然熊熊生腾起来 直接沾附在黄金魔师的巨拳上 顿时吃吃声响起来 那黄金魔师拳头上的金光 竟在此时变得暗淡了一些 黄金魔师的防御虽然是强横的 但是九幽的不死火 显然也并非吃素 拳头上传来的灼烧剧痛 引得黄金魔师怒吼了一声 拳风猛然变强 竟一拳把九幽镇的倒射而退 在九幽倒退的时候 磅礴的灵力突然在此身后凝聚着 隐隐间化为道巨大无比的九幽明雀 那九幽明雀仿佛展开了双翼 下一瞬间燃烧着紫盐的黑羽 顿时铺天盖地的暴射而出 直接把那黄金魔师笼罩进去 这些黑羽 全部都是九幽自身灵力 凝聚所化 足以穿金烈石 特别是如今再加上霸道的不死火 其威力更是强悍莫测 就算是同等级的六品至尊 也不敢心怀小觑的 黄金魔师同样忌惮不死火的威力 当即一声咆哮声波如雷 而后就见黄金般的光芒 从他体内弥漫出来 最后化为道黄金色的大钟 将其护在其中 那金色大钟通体流转着黄金之色 看上去坚不可摧 显然是这黄金魔师的护身手段 铺天盖地的紫盐黑鱼 射在金色的大钟上 顿时就响起了连绵不断的金铁声 那金色大钟上 也是荡漾起急促的涟漪 不过呢 却始终未曾破碎 这家伙的防御真是强横啊 九幽王他 血英王等人见到这一幕 顿时把眉头皱了起来 九幽这样的攻势 似乎是完全破不了黄金魔师的防御的 而且这样下去还会消耗他大量的灵力 到时候一旦被黄金魔师抓到破绽 恐怕就会施展雷霆攻势 一举定胜负 不过在他们皱眉间 曼陀罗盯着站台上的毛子 却微微的一亮 牧尘同样是有所察觉的 视线一动他就瞧见随着铺天盖地的黑鱼笼罩在不知不觉间黄金魔师所立 之地的周围竟然已经插满了无数道的黑鱼 这些黑鱼上都燃烧着紫盐 而且啊 这些黑鱼看似杂乱无章 但是牧尘凭借着身为战阵师的敏锐 却是从那杂乱当中察觉到了一些异样的波动 铺天盖地的黑鱼终于在此时渐渐的疲软 等最后一根黑鱼射下 也是被那黄金大钟阻挡下来的时候 那黄金大钟才摇摇晃晃的破碎开来 黄金大钟破碎 黄金魔师那魁梧而充满煞气的身影 依旧矗立在原地 他那赤红的双目锁定着咎由 猙獰的面旁上头 仿佛有凶狠之极的笑容浮现出来 咎由强悍的攻势已显出腿势 而接下来就将会是他施展雷霆的狂暴攻势 将这个对手撕裂成碎片了 就见黄金魔师 他的巨拳重重的捶了一下胸膛 顿时有巨声响彻 璀璨的金光也铺天盖地的爆发出来 他浑身的灵力在此时变得极端狂暴 不过就在黄金魔师打算发动雷霆攻势的时候 九幽那冷艳的俏脸上却掀起了一抹冷笑糊涂 而后他的双手猛然结印 九幽的印法刚刚结成的一瞬间 那散落在黄金魔师周围的无数根黑雨 突然直接凭空燃烧起来 而后熊熊子言呼啸而起 竟在青刻间化为到紫色的火炉 将黄金魔师笼罩在了其中 不死炎炉 就在紫色火炉刚刚成形的时候 那其中的黄金魔师顿时爆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就见他那犹如黄金所住的身躯 竟在此时逐渐地出现了融化的迹象 而紫色火炉所在的地面 同样是因为那股可怕的高温 从而变得枯黄干燥 最后裂开了一道道的缝隙 在那站台之外 雪英王等人都是忍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显然 他们都是察觉到了那道紫色火炉的可怕 这如果被困在其中 恐怕就算是他们催动了至尊法身 都将会被生生的融化而去的 这不死火 竟然如此的霸道 黄金魔师疯狂咆哮 最后试图催动灵力拼死一战 不过九幽却并未给他这种机会 他翘脸冰寒 手猛然一窝 顿时紫色火炉 手间缩小 最后直接是在一道巨声当中猛然的爆炸开 紫盐铺天盖地的爆射出来 建设在站台周围的光幕上 顿时将光幕灼烧出了阵阵的涟漪 整个大殿的温度 仿佛在这个时候变得灼热起来 九幽俏立在站台上 他望向前方 就见原本黄金魔师所占的地方 其身躯早已经消失而去 留下了地上一滩黄金般的液体 那黄金般的液体最终破碎开来 化为金色光点呼啸而出 尽数对着九幽掠出 最后钻进了他的体内 那些金色光点 赫然就是这黄金魔师所留的灵力精华 九幽静静地立于站台上头 大约半个时辰以后 这才缓缓地睁开双目 在那一瞬间 牧尘等人就觉察到 九幽的灵力已经变得更为雄浑和凝炼 显然获得的好处是不小的 薛英王等人见状都是艳羡不已 但他们也知道 这份机缘可是九幽 依靠自身能力换取而来 他们原本也能有这机会 可惜啊 他们并没有捕获机缘的那种能力 不过不管怎样 这第六场挑战 他们大罗天狱总算是再次获得了胜利 而接下来 他们还需要再赢两场 才能够破掉这古老大殿 进入地至尊秘葬深处 但是 经过这六场之后 他们大罗天狱十王当中 已经仅有四人未曾出手 而这四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已经算是十王当中偏弱的人了 依靠他们 真的能够再取胜良场吗 九幽的身影自站台上掠下来 此时他周身弥漫着强大的灵力波动 在吸收了黄金魔师所遗留的灵力精华以后 他的实力显然也再度有所精进 而此时 瞧见九幽 大罗天狱诸王的神色都不自觉的郑重了一些 特别是血影王等人 看向九幽的眼神 都有一份 由衷的镜色 经过先前的挑战 他们已经明白 如今九幽的实力早已经超越了他们 在大罗天狱诸王当中 如今能够吻压九幽一头的 恐怕也仅有修罗王和猎山王了 甚至如果再给九幽一些时间 恐怕连修罗王和猎山王也会被他超越的 一想到这里 血影王他们心中忍不住的有些感叹 想当初九幽能够成为大罗天狱的王 与他们平起平坐的时候 不过只是依靠着天救皇的推荐 以及他九幽阙一族的背景 而对于这个依靠背景提拔上来的九幽王 血影王他们自然是有所小觑的 这也是导致后来那些纠缠多年的恩恩怨怨的原因 但经过今天的这场战斗 血影王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他们曾经小觑的九幽王 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将他们尽数的超越 所以此时他们的心头难免有着复杂之感涌了上来 辛苦了 天救皇欣慰的望向九幽 九幽的出色表现也是让他颜面有光的 曼陀罗也微微点头 先前九幽干脆利落的战斗 的确显得赏心悦目 天救皇说的的确是没错的 九幽的天赋惊人 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九幽笑了笑 他的眼睛投射向了尚未出手的四王 而其中就有牧尘 如今挑战已经进行到第六场 然而他们大罗天狱这边才仅仅只剩了两场 这距离破阵而出 还有着两胜需要取得呢 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会这样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